前面讲完影响我们的气候之后 我们要讲的是影响我们的渔场 有一种鱼叫做乌鱼 乌鱼是回游性鱼类 回游性鱼类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的黑鱼都是回游性鱼类 它会追着它所喜欢的温度到处跑来跑去 它喜欢20多度的水温 所以夏天的时候 它在中国大陆北边渤海那边活得很happy 很快乐 可是冬天天气冷的时候 这里就不好 那它怎么样 南下 南下 下 时间大概是冬至前后十天 为南下到台湾海峡附近 所以乌鱼又叫做姓鱼 言而有姓的鱼 守姓用的鱼 每年这个时候 它就来这边happy一下 来这边来台湾海峡这里 所以叫做言而有姓 它又叫做乌鸡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来的乌鱼正值传卵期 所以每只都很肥 母鱼里面有很多的鱼卵 渔鱼把他抓起来 渔民把他抓起来 宰了 做成乌鱼纸 正好接过年上市 公式嘛 12月21号22附近 正好接过年上市 所以是渔民的年中奖金 所以是渔民的年中奖金 所以他又叫做乌鸡 所以他又叫做乌鸡 渔民靠着要赚钱 所以这来影响我们的渔产 一 现在下来 等到春暖化它会怎么样 就会回去 这叫做回头乌 回头乌比较不值钱 为什么 因为产卵过了 没有卵 变得比较瘦 不肥了 OK 第二 你可以想得到 如果今年是暖冬 乌鱼的产量会变多还变少 暖冬会变多还变少 变少 为什么 不够冷 然后上面不冷就不下来 不下来 所以它不下来 所以暖冬它无产量就会变少 所以这叫做乌鱼 来跟我们讲说 它会影响我们的 渔产 OK吗 好 所以 课本就问过一个笨问题 真的很笨 它说拖网渔船 就是后面拖的网子 叫拖网渔船 拖后面拖的网子 在捕鱼的拖网渔船 它应该顺海流而下 还是逆海流而上 它的才能够去拖那个网 它才能够拖那个网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蛮不聪明 找个女生吗 男生 男生 男生女生 前一个男生女生 男生现在找女生吗 女生 8号 8号 来 应该顺流而下 还是逆流而上 不是拖网渔船 要拖着网子捕鱼的渔船 要顺流而下 还是逆流而上 不知道 好啦坐吧 如果顺流而下 网渔船跑到前面去了 你还拖个鬼啊 你懂吗 你顺流而下往渔船 偷偷流到前面去了 你干嘛那还拖个鬼 因为大家逆流而上才能够拖啊 然后长大啊 所以呢叫做要逆海流而上 这是以前旧课本问的一个傻问题 傻问题 让你能够了解一下 OK 这边就让你了解它会影响我们的渔船 乌鱼考什么 乌鱼考 可以考什么 可以考什么时候来 东四前后时间 东四第3号 会考什么叫东四 好东四 东四前后时间了 好东四 还考一考一题 顺着谁来 那海流是哪个海流来 中国沿岸流来 会考一考 顺着谁过来 顺着中国沿岸流过来 这就是乌鱼会考的问题 OK 很好